桃園市立委选举第三选区堪称是一级战区 现任立委鲁明哲对上政治光谱同样泛蓝的新党邮志斌 鲁明哲说会更加警惕正面选举 邮志斌则是要让中立命心思辨 选举投票日进入各位数倒数 桃園市第三选区涵盖中立76个里 共有五位候选人投入选战 叫做一个立委席次 国民党现任立委鲁明哲 面对同政治属性的新党邮志斌参选 鲁明哲说会更加警惕 事实上这种单一席次的选举 同属性同政党的一个类别的属性的 多人参选势必会分到票源 那当然这代表也是一种鼓励 让我们更积极的要向前走 我觉得正面的选举是我这26年来 大概参加了7次选举 我自己要求自己努力的一个方向 新党的游志斌喊话 要让中立民心思变 拉拢选票放眼国际 希望中立成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中心 所以这一次整个中立是民心思变 希望有一个新人来翻转中立 所以我的策略就是 重新修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让陆沛享有真正的国民待遇 然后让两岸真正的正常交往 也让两岸好起来 最重要的我要推动中立 变成两岸和平的新首都 游志斌擅长议题设定 鲁明哲则是深耕中立 由中立市长县议员和市议员的资历 在民进党方面 市议员彭俊豪则是卷土重来来势汹汹 争取连任的鲁明哲 对向政治光谱接近的游志斌抢票 是否会是这场选战的决战点 值得进一步观察 中立市市场